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3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這一節也是跟進報導 關於中國大陸 房地產現在是第一大 的碧桂園 早前我們也 多節的 揭露 好 下節目跟大家揭露了這個碧桂園 估計 將會倒閉 現在有更加多的證據 以及消息流出 似乎顯示這個 中國碧桂園 將會 面對徹底爆破 暫時未知道 碧桂園假如爆破的話 達到一個甚麼效果 因為其實碧桂園 比起中國恆大還要更加巨大 現在最新的訊息 最新的訊息 是發生在昨天12日的晚上 因為這個 12日的晚上忽然之間 中國碧桂園宣佈 公司 有11個債券 將會在14日 即是明天 明天是星期一 將會在 是星期一 全部停牌 這個消息也是相當震撼 這個營離中國房地產 叫做泡沫爆破 而且 在12日晚間宣佈 14日就停牌 簡單來說 你也 有大量的人 不會有任何的逃生門 所以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外界空洞 我們繼續在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記得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目前 主頻道和後備頻道都分別地被停止了盈利戶口 所以我們兩條頻道 都缺乏這個 免費模式 大家記得訂閱 訂閱我們兩條頻道 還有第三條頻道 這條也是後備 我們目前 停止了盈利 我們將一部分的節目 獨家放在Patreon 希望更加多的聽眾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也希望 繼續聽YouTube的朋友 不要介意 因為要體諒一下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們現在 YouTube的 營收 完全停止 我們也非常希望繼續運用更加多的免費模式 繼續長期經營這個台 希望大家謹守崗位 雖然現在主頻道和後備頻道都 失去了廣告 但是也希望大家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這個碧桂園的情況 中國大陸這次可以說得上 房地產 一個終極危機 內地澎湃新聞也報導 最大的房地產 恆大已經打了下來 所以碧桂園 變成了最大 在12日的晚上突然之間宣佈 說公司 有 11檔 債券 將會在14日 星期一 開市的時候 全部停牌 到底什麼時候 會恢復交易呢 現在不知道 忽然之間告訴你 宣佈停牌 到他 再可以在市場發售的時候 一定 已經 是血本無歸 現在 有個新用語叫做食龜靈膏 靈 就是清零的靈 食龜靈膏 龜 是回歸的龜 目前知道 就是 11 檔債券加加埋賣 值人民幣是157億 雖然 對比起其他 內房 又或者是內地的泡沫 數字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對於一家公司來說 是說過百億人民幣 一點也不是小數目 碧桂園 是一家相當之大型 的一家 房地產綜合企業 他的發跡時間 在這個90年代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個叫做廣州碧桂園 相當之出名 由於恆大被打了下來 他目前是當前中國大陸 最大的房地產公司 早前不斷爆出這個消息 爆出這個 碧桂園的高層預備跳船 所以外界已經聞到一股氣味 所以碧桂園的債券 應聲賭下 急錯超過20% 然後就停牌 再過了兩天 然後 就是11 當債券全部 在14日全部停牌 告訴大家 這個爆煲的訊號已經 是越來越明確 爆煲的證據越來越明確 這一批債券 原來到期最早的日子 是9月2日 一部分 到期的日子是2024年 換句話說 在接下來的9月份 9月份這一批債券到期 很明顯 這個碧桂園是沒有辦法找到這條數 所以 債券價格暴跌 然後跌停板 跌停板 再到現在宣布停止交易 其實就是 這一批 到了9月的債券 無法兌現 更加證實了 碧桂園 是完全 是資不抵債 缺乏流動現金 無法找到這些債務 目前 已知資料 今次的公告 未計中國境外的債券 而碧桂園 在境外的債券 還有最少是七檔 在這個月的7日 碧桂園 有兩筆是美元債券 到期無法兌現 在11日 中國大陸的知名經濟學家 任澤平 又是阿平 在8月11日 在微博上發文 說呼籲 要幫這個碧桂園 還有 還有其他公司的名字 叫做龍湖 這些叫做民營企業 說得給你聽 下一隻爆破可能就叫做龍湖了 他說 不單止 幫這些民企 是最後的堡壘 而且 因為 大的不能倒下 是守住 金融風險的最後底線 守住 民生的底線 告訴你 現在金融底線守不住 大公司守不住 小公司也玩完 民生底線 不用說了 中國大陸從來都守不住 更加好笑的是 黎明就在前方 真的 令人想起香港 就是說黎明來到 我們香港 真的在說黎明有一段時間還沒到 不過大家都要守住 中國大陸又學人說黎明 最好笑的是 中國大陸的 經濟爆破 現在 剛剛拉開序幕 你也不會看到黎明 因為他剛剛才開始爆破 香港 先不說政治 先不說經濟 香港的爆破也是剛剛才慢慢開始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是一個周期來的 他不斷向下插 有排都沒有看到底 因為香港 累積了很多年的原實力 所以經濟 有排下行 大的基本因素 不變 再加上 最大的 靠山是中國大陸 現在中國大陸 正在剛剛開始爆破 而且 一班最無知 最不自量力的人 出來叫口號 然後 就是講水蛇春那麼長的通告 然後就跟你說可以拯救到經濟 中國大陸 沒有人相信這一套 這次 中國大陸的經濟危機 絕對 那麼多年以來 是最大的 因為 那麼多年以來一直靠新的泡沫 重新 掩蓋了以往的泡沫 但是這次 不能夠再製造新泡沫 所以這次中國大陸 一定是真泡沫 內地文章說 如果第一大房企 轟然倒下 將會衝擊市場信心 衝擊經濟恢復 金融風險 居民購房預期 還有上下游60多個行業 關係 是幾千萬人就業 他真的直接把這個 逼桂園的危機充分地 正式透過 中國內地的經濟學家把口說出來 我們說的時候 就說你唱衰 現在 中國內地的經濟學家 已經發現 不能夠再幫他 他們知道 爆破已經來臨 而且房地產 是全世界所有經濟泡沫 爆破的先兆 房地產爆破之後 然後 所有各行各業都會收縮 因為財富效應 中國大陸如是 香港的情況如是 更加有分析指出 碧桂園跟恒大並不相同 碧桂園 的覆蓋面 比恒大 其實還要更加大 特別是 住宅類型的物業 碧桂園的數目比恒大還要更加多 現在的苦日子 剛剛才開始 我們也會繼續和大家密切留意 中國大陸的經濟爆破的情況 現在爆下有一家 下一次 爆的應該很快出現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也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些是更加強勇 謝謝大家見 ana關於這個月位 我們這節和大家說到ここ 這節和大家說到PHC 字幕 李宗盛